來到農曆4月15天結座滿月 由這一刻開始到農曆4月尾 即是西曆5月22日 根據各下的太陽或上星星座 自身整體運勢會怎樣呢? 在我就住12星座專題分析你們各自身整體運勢之前 現在先做一個general 全人類的星盤分析 聽得懂我講什麼嗎? 現在不是只說天結座 是全12星座 這次滿月圖的亮點就是月亮 在答正這條ASC上星座 答到正一正 以及它是去天結座 根據我的經驗 理論上如果月亮去摩蠍座 又叫山羊座 這個位置叫Detriment 理論上其實是比月亮去天結座 這個叫Fall的位置 不好意思中文其實我不太懂 因為我以前讀占星我都不是拿中文讀的 其實我是用法文讀的 因為我的師傅是法國人 但其實也不是全部法文的 因為他的英文都可以的 所以有時候會英法夾集 所以先言歸正傳 理論上其實月亮去天結是一個似一等衰的位置 但我想告訴大家 根據我塔尖暖蠍 看這麼多星盤的經驗 其實月亮去天結是更衰的 然後看著月亮搭正這個一公投 ASC這條族 然後整個本第二的亮點就是 除了月亮去天結這麼衰 還有木星去 在這個摩蠍座也叫山羊 也是衰 因為他整年那個位置都是這樣的 這個不足為奇 然後其他全部的planet 其實我們都是叫Peregrine的位置 即是游離 全部是一些 完全是一些很不適合的地方 除了什麼呢 除了土星 土星向水平 土星就是黑色這個 symbol 我覺得好像一個日文字 但其實我不懂日文 有時候有些日文字 是不是看到這個類似的東西 好 除了土星向水平是一個強勢 不過土星也就快逆行 所以原來這個 就是伴隨著這個滿月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還有我想說 其實伴隨著這個滿月 亦都不只是說 接下來的十幾日 十五日的能量 其實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告訴你 其實滿月的能量 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但是我有時候做這些星座運勢 我就讓大家去簡易些明明 簡易化 其實去到農曆月尾 但其實supposedly 是在說接下來的大半年 好了 會發生什麼事情 同時我們要看一下火星 火星 就在容許道之中 就四分緊 金牛這個游利的水星 和三分緊 在雙子這個游利的金星 OK 說多次 因為月亮在天竭這個一公投 原來 大半年 尤其是這十五日之內 會有很多冷血 冷暴力的事情發生 如果真的要比較熱血 大家會很容易 先是口角 雖然沒有 很多這些衝突爆發出來 由你去到最親的人 或者一些陌生的人 甚至去到什麼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最近 塔千亂藍星盤分析 你們找回hashtag 最近那個我都說了 現在在世界上 接下來 就無論在政治 經濟 民生 社會 都會爆發什麼 我講了很多事情 包括戰爭 包括戰爭 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接下來是很crazy 南冥黃星已經是疫痕當中 還加上5月11日 13日14日 差不多是conservative的三日 11、13、14 只差了12日 土、金、木、三星 雙界都會疫痕 木冥是黏在一起的 即是木冥一起黏著疫 土有東西金有疫 然後冥土都是雙空星 兩顆空星 然後金木是兩顆急星 加上這裏的力量 是會空上加空 大家真的要小心留意 當然如果配合這次的滿月 就留意接下來的15日 但其實這大半年 都會發生很多激烈的鬥爭 或者是一些很冷血 一些神經刀的暴力 OK 大家麻煩 即是出街都要戴頭盔 還有要一眼關心 不要經常在耳朵 在聽歌 有什麼好聽 留意一下自己身邊發生什麼事 如果不是萬一 我不覺得被人斬了 你都不知道 嘩嘩嘩 雙子你們的運勢 是漂亮得西非利 是的 我可以說你們是so far 而且都不是so far 因為 在你們之前有哪個星座 天蠍射手 天蠍射手 天蠍射到金牛 接著到你們 OK 你們是第八個星座 是的 那不單止在 即是出了這八個星運裡面 你們是最好的 是的 就算我開了你們之後的星運 因為我已經是check了他們的星盤 以及開了牌了 我真的可以說你們是 就是今期十二個星座裡面 相指你們是最好運的 是的 還有不單止是relatively speaking 去跑人大使 就算absolutely speaking 看回你們自身 都是一個漂亮得 九彩的運勢 是的 就在哪方面漂亮得九彩呢 就是人際感情方面 是的 所以人際方面 和任何人都會打到很好的關係 尤其是愛情方面 是的 愛情方面 女仔 尤其是雙子女 就會被一些很男人的男生去追 OK 就跟這個背景圖有一個分別 即是話說都很搞笑 不過我稍後再去講這個背景圖 好了 其實在星像裡面我們怎麼去解釋呢 首先 水星就快入回你們雙子 是的 水星就快入回來 去回一個 我們叫一個妙主之位 去回自己的守護功 所以你們是可以很肯定的 這一陣子 可以做回自己 是的 所以呢 經常都說 自信的人才是最漂亮 對吧 所以可能有這份自信 你們的吸引力會更加大 何況金星 是的 宇宙 即是唯二的兩大吉星 有木星和金星 那木星一直是一個很差的摩蕎座 整年 一直到年尾 OK 但是金星現在就走去你們那裡 OK 所以說任何的人際 關係 玩樂 愛情 這些東西你們是真的無往而不利 而且最近你們會變得很漂亮 是的 還有說多次 加上你們那個自信 你們真的容光滿發 難怪是可以吸引到很多人回來 OK 何況金星還在四分 雙魚入秒得細的海王星 是的 還有三分 火星響水瓶座 雖然我們聽到 咦 雖然是三分 不過有火星 還有雖然是一個海雙魚 但是四分 聽起來很差 但是其實告訴你 不差 為什麼不差呢 我免得在這裡慢慢說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說回 我剛剛就說 雙之旅 尤其是被一些很man的男生去追 這個是體牌的 對了 我想說 剛巧就是跟這幅 背景圖 現在這幅 有個青蛙 有個夕陽 不知道是夕陽 還是 Sumrise OK 我覺得很搞笑 因為 其實這些背景圖是怎樣來的呢 我經常都說 好評如海嘯 那些好評是怎樣來的呢 那些塔羅 尤其是沾聲的好評 就是 通常跟客人的conversation WhatsApp 或者Line 通常都是用WhatsApp 對 他們刪完我 就CAP 然後我這些好評是一直放很久的 對 這一幅可能已經是整年 可能2008或者2009年了 對 一定不會是今年的 對 然後 我今期終於用得回這幅好評圖 然後剛巧 對 就看到這個 就是這個 這樣的對話 然後 對你們今期來講就是一個反差 所以我覺得很巧合 這些東西好像是明明中已經整定了 我要一直到今天才能用到這幅圖 然後跟你們講的東西 就是講你們的新聞是息息相關 所以我覺得非常有趣 對 總之雙子女 尤其是會被一些好man 洪峰很強 還有應該都挺帥氣的 總之是一些真是白馬王子 男神去追 祝你們好運 最後 最後 對 亦都給予一個很好的建議 就是 原來雙子 無論是男女 無論是太陽 或者是上星雙子 你們今期去學一些 或者去做一些事情 包補成功 看看你們今期是不是很漂亮 對 去學一些事情 或者做一些事情 就包補成功 對 是甚麼呢 我覺得這件事都挺有趣 還有我自己本人會挺喜歡做這件事 可惜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心血去做這些料理 這些動作 但是 儘管看看你們會不會有這個興趣 對 要怎樣去知道是做甚麼 或者是學甚麼 就麻煩第一 去like post 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 就不要藍色thumb up 我是要紅色心心的 然後第二 去comment 然後第三 我就會去PM 究竟今期 在來近這十五六日之內 雙子去做些甚麼 或者去新開始學些甚麼 包補成功快樂